你老偷看我干嘛 子倩哥 我问你个事 你能不能诚实地告诉我 这回我被选上 是凭我自己的实力吗 不然呢 你以为我会给你开后门吗 而且不光是我认可你 李总也很认可你 李总 李麦 你们俩认识 你们俩很熟吗 我们以前是同学 他性格挺好的 而且对身边的人也都很好 只不过后来 我跟他联系相对少了 他真的这么好 等你慢慢了解他就会知道了 而且 他在我们学校可是风云人物 女神级别的 很多师哥师弟都很喜欢他 女神级别的 行 靠边听说 嗯 就让你靠边吧 靠边吧 还没到呢 我不用 不用你送我 行行行 我说什么呢 你去慢点啊 大家把手里的活停停啊 我给大家说个事 知道刚才我在门口看见什么吗 看见什么了 我提示你一下 知道顾盛南是从谁的车上下来的吗 顾老师自己的自行车呗 顾盛南 从程总经理的大奔上下来的 我天哪 原来程总经理竟然开的是大奔 嗯 这是重点吗 您倒是说呀 这重点是什么呀 重点是啊 我们以前哪都怀疑错了 顾盛南哪 不是大老板的人 是二老板的人 二 更可疑的是啊 程总经理那大奔 在咱们酒店门口那 东边那路口停了一下 哎 那路口离咱们这儿也就二百米啊 对吗 对啊 顾盛南从那车上下来以后 特意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骑到咱们酒店呢 骑过来着 这什么意思呀 这叫欲债迷章 这地闲哪 没想到这顾盛南的手段 还真是层出不穷啊 怪不得斗不过 这还以为换了一个新老板 能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没想到更无烟瘴气了 看来这紫禁啊 真的是越来越待不下去喽 所以说呀 都自己琢磨琢磨 好了 干活吧 咱们 去吧 顾老师 怎么了 干人吗 不是我说啊 你太不顾意思了 搞办公室练情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瞒着我 这你大老师 那儿说什么胡说八道 哎呀 经理开车送你上班的这电视 已经在厨房船开了 估计以这个传播速度啊 现在已经到客房部了 这么快 不会是你干的吗 我也是问你好 你想想啊 如果全酒店的人都知道 你孤大主厨这么大来头 程总经理都得亲自送你上班 这以后谁敢欺负你啊 大老师 本来我跟陈子谦就什么事都没有 你这么一弄 全酒店上下都会聊我的八卦的 真烦啊你 去去去去 欲带王冠 必成其中 这么简单的道理 郑总明天要过来吃饭 大家都知道吧 一人一道菜 我们今天都练一下 确保明天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 王师傅呢 少奶奶在呢 估计上厕所去了 行 那我就帮大家分配一下 于师傅 您就做惠林炖牛排 这个你就 那个 张师傅 您还是做上次的豹汁豪肉汤 您比较在 太后见了 刘师傅 栗子萌 今天中午我给你们唠一场 咱们西红柿打蕁面 我爱吃这种 不是 这 这是怎么了 是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 这都是你改的过的菜式 我们哪会呀 这菜单跟配料不是已经外过您一遍了吗 我们也不是主厨 那没有十天半个月 我们哪学得会呀 报告主厨 我就全部背下来了 那是你年轻 激励好 杜主厨 要不你教教我们呗 是啊 你倒是教教我们 行 大老爸 你全能背下来了对吗 嗯 背吧 准备啊 顾晟南 背菜就背菜吧 你这拍桌凳也 还嚷着什么呀 我大老远就听你嚷着了 怎么了你们这是啊 这炒个菜跟打仗似的 这 等着上菜呢 你们这干嘛呢 学做菜呗 学 学 不是 这时候了学什么做菜啊 谁知道呢 这当了几年的厨师了 一夜之间全部丧失了做菜能力 奇怪不奇怪 呃 不是 丧失是 这顾主厨教我们这 我们实在是学不 我 张师傅 报纸好肉汤 我要是记性好的话 您前两天才做过吧 怎么了 突然就不会做了 失忆了 昨天您确实没睡好 有点失忆 沈经理 要不咱这样吧 既然都承认自己是记忆力不好 那也别为难他们了 后厨应该换换些了 找找找新人进来吧 我们这都在紫禁有多少年了 你一个刚来的小鸭堆骗子 刚蹦蹦几天 就想开除我们 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班才了 我还真包子 别别别别 老鱼 你看 你也是咱们紫禁的老厨师了 对吧 我没到这儿来工作的时候 你就已经来这儿工作了呢 怎么了 现在连这点事都领不清了 现在这是什么形式啊 非得在这个时候带头闹事